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呢 带来这样一个这个扑克介绍 介绍什么呢 介绍这样一副叫做Flurl的牌 这个Flurl是这个花 这个对 这个鲜花的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 也能看出来 大概有鲜花的感觉 这个牌呢 有大概这个黑色 红色 紫色跟绿色四种颜色 那因为这个我只有绿色拆开过 所以说我就只介绍这个绿色 剩下的呢 放一边 你们自己去脑补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 对吧 首先看看它的牌盒 它的牌盒呢 非常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你可以发现正反都一样 有没有 要是没有这个标签 我都认不输正反 非常的非常的奇妙 很奇妙的一个设定 好 边边 它的旁边写的是这个 Flurl deck by Aloy Design Studio 嗯 尤 兰 兰 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呃 这个牌呢 是被这个 Aloy Aloy Aloys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读啊 这个studio做出来的 那 尤 兰 兰 大概就是人的名字吧 嗯 可能 我也不知道 这边写的是The Nightest Day Playing Card Company 然后底下写的是Lenoid Finish 这个Finish好像跟普通的 嗯 跟普通的Air Cushion Finish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等一下我打开牌你就知道了 好 这里下呢 写了一个聚焦 聚焦 诶 好 写着一个Manufactured by这个USPC 这个由USPC生产 大家知道呢 由这个USPC生产的话呢 就一定是一副 就基本上会是一副高质量的牌 好 那咱们打开牌来看看 哦 这里还写着一个Welcome to floral 欢迎你来到鲜花的世界 大概就是这样 好 打开牌 你可以发现 哇 这个牌是不是超炫的 有没有 其实这只是个广告牌了 这都一边 这个牌呢 大概就是这样 非常呆感 我个人比较喜欢 你会发现呢 它的这个正面 啊 不对 背面 是这样一个花纹 对吧 值得注意的是呢 它的 首先 这个花纹非常的细致 这个就 就是很正常的 这已经 作为一副 这是一副 好设计牌必要的一个条件 花纹很细致 当然也不是所有牌 有些极简风的牌 并没有细致的花纹 但是这个花纹呢 非常的细致 可以发现 非常有细节 咱们仔细看一看 包括它每一个 就像花瓣啊 贝壳 应该是花瓣吧 不应该是贝壳 它花瓣啊 这里面都是有纹路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这个 呃 可以注意这个银色 对吧 它不仅用了绿色 还有这个银色 这个银色 其实是镀上去 不是镀上去的 就是给人一种反光的感觉 包括这个黑色的银 黑色的银色可能看不见 红色 可以发现这个银色 其实是呃 并不是 这个颜料上去 颜料涂上去的 而是 感觉像 呃 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明白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可以发现这个牌 其实全都是白色的 没有错 并没有骗你们 这个牌真的都是白色的 呃 可以看到 对吧 嘿 怎么办 这就是这个Lenoid的finish 对吧 这个神奇的finish 嗯 没有了 开个玩笑 其实其实 只有这最后一张牌 是白色的了 这个白板 好 大家来看看这个Joker 这个Joker非常的可爱 是一个 呃 感觉像是在舞会里面的 高贵的 这个 这个 妇女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像假面 还没有眼珠 整个牌做的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仔细 呃 各种花纹 对吧 呃 正所谓有繁杂 也有空白 这个我虽然不是学设计的 但是 感觉这个 这个花纹的复杂度 跟它的 空白的搭配 还是非常 非常好的 感觉 呃 大概是这样 我看 有反过来 不会还有 嗯 好像并不能反过来看 好的 另一张呢 是它已经涂过颜色的 这个感觉 比这个黑白的 要更漂亮一点 有没有 感觉更有亮点 更更更突出一样 它的Joker这个字体 也非常的漂亮 嗯 它就是这样 嘿 嗯 嗯 非常好看 然后呢 Ace of Spade 延续了同样的风格 而且觉得跟排备 其实差不多 啊 并没有差不多 嘿 这样看 也并没有差不多 重新设计了一个 按照这个牌一贯的思路 重新设计了一个花 这个 以这个主题设计的这样 一个Ace of Spade 呃 怎么说呢 非常窃提 对吧 而且颜色 用的也挺不错的 灰色和黑色之间 有一点点红色的搭配 显得不突兀 对吧 而且也挺挺带感的 跟这个配色是一样的 对吧 这些衣服 就是总体而言啊 这些衣服非常非常有自己 主题的这样一个牌 不像有些牌 就是这儿来一个 这儿来一种风格 那儿来一种风格 然后 对吧 嗯 呃 大概是这样 挺好看的 剩下的话呢 呃 剩下的牌 好像也没有 哎呀 没有经过多少特殊的加工 没有经过多少特殊的设计 不过 其实所谓特殊啊 并没有多不特殊 这个牌呢 它的这个 黑桃啊 梅花啊 都小一些 然后字体呢 也比较靠中间一点 也没有更 更向外偏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好 然后 Joker 不对 Jack 整个花纹呢 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非常有这个 Flora这个牌 整个体系的特点 设计它是非常不错的 嗯 但是我觉得啊 是不是可能 哦 因为这是黑牌是吧 嗯 好像应该红牌 它就会有这个红色的点缀 那会更好看 非常的不错 对吧 然后红牌 红牌 哎 果然有 哦 真天才 哈哈 很不错啊 这种感觉就是 并没有给你 这种 这是一副非常不得了 非常经过 这个不得了的 完全推翻原设计的 这样一个牌 也并没有 但是这是一副在原著 就是在最普通的 Bicycle上面 修改的 比较比较比较漂亮的 这样一副牌 是吧 很漂亮 嗯 有自己的风格 你看这个 这整个都是 这个反光的银色 有没有 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非常的炫 并没有特别的 简单 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嗯 哎 有人说啊 哇 这个牌还不复杂 那你觉得什么牌复杂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给你介绍一副 简直就是 缭乱的我瞎了眼的 这种牌 好的 为什么说 这个牌 这个 外边框非常的 这个字 离边框非常的细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了 不 离边框非常的远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哪怕我开一个扇 你都会发现 这好像是一副白反一样 这几张是 这个 牌的间隔比较大 所以说才会显出 好像有字体 但是这个牌 其实是 对吧 你要是简单的 开一个扇 都看不出来 这个牌 是吧 像这种感觉 所以说 无论是你开 Reverse的扇 还是开这个 正常的这样一个扇 都很难看出 有牌的感觉 不知道这是为了 这个设计到底是这样 这样到底算是一个失误呢 还是算是一个 优点 那咱们来看看 它背面的开扇 背面的开扇 并没有多少 太大的特点 对吧 也是普通的 这样一个牌的特点 有的牌的背面的开扇 因为它的牌 就比方说我那张 那个叫 我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转牌的用的那一副 叫什么 Polar 我也就忘了 那副橙黄色的那个牌 那个牌开扇就非常有特点 因为它的那个花纹 都是溢出边框的 所以说开扇了以后 会有这个延续性的一个效果 对吧 会这样有一条延续性的效果 大概就这样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同学呢 可以去那个 那个叫转牌的那个 那个视频底下去 看一看那个牌 好的 那就是这样 哎呀嘞 不知不觉就画牢了十分钟 那停了我画牢这么久的同学呢 对不起 让你这个耳朵受苦了 好的 那就是这样 我是Berry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